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 编写高纸鸟C access系列课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内容 上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SARS进阶 这里面的一个 关于类质函数和自定义函数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 调试关键字的这样一个 知识点 好 在这三个知识点讲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布置了一个 我给大家布置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课任务 第1个呢是学习类似函数 这个呢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任务 第2个任务是什么呢 是自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通过给定的一个层次 获取特定的这个zindex 好就是这个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好 在讲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之前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 作业给简单看一下 好 这个作业呢 我们在这个 东西10里面 给它简单实现一下 好 拿规矩 这个 这个面领熟记 好 这个不管 它会报错生产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是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先把它粘过来 粘到我们这里来 粘到我们这里来 好 先把这个注释起来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通过它来拿到它 拿到zindex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这里面呢我们定义一个 叫什么呢 zindex map 它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注意看了 因为我们可选的k 有这些 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 按照这些k 来进行一个 设置它的一个index 比如说这个叫 model 1000 它最高 model1000 然后呢我们的 dropdown 500 grid 300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map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拿到 这个 zindex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通过我们的 map git 然后呢 zindex map 这个地方注意了 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传我们的这个 nail 好 我们来执行看看 执行怎么执行呢 还记得吧 还记得吧 我们这里有 上几个讲的这样一个debug warren和aero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看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用debug 然后 get reindex 看一下 会出什么 1 看一下我们model的情况 getreindex就是一个1 那如果我们传值怎么办呢 我们传model 好 输出1000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答案 很简单吧 那如何 那如果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这里传一个 这种比较奇怪的一个k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 会出什么 会出出一个nail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想预示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想输出nail 如果是其他一些值 那么肯定会输出1 这个值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处理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然后 我们定一个z index 好 首先呢是等于0的 最后呢我们呢 返回这个zindex 好 这个呢我们来 抛转引预一下 如果 bump has k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这个map呢 它有我们的这个k 有哪个k呢 有我们的nail 这个k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 给这个 复制 复制 好 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呢 怎么办呢 没有的话我们就 需要 让它变成什么 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1如果是有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省略 那么就 默认为1 如果有就复制 如果没有 就让它变成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ret 好看一下 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结构是什么 1 注意看呢 现在就变成1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方式 另一方形了 好 这有一个if 这个map hask 我们就不说 这是 一个 这个 系统的一个函数 好 我们来看这个if if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呢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SARS语法的最后一个部分 好 看一下 if for while each 那么这几个四个字 是点呢 就是这四个关键字 这个呢是控制这个流程控制的 我们来看if if的话 它可以 这是什么呢 三不运算 那具体怎么写呢 看一下 三不运算是这样子的 好 换说到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新建一个来看一下 这个demo1我们就不用了 再建一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if的一个 三 这个用法 第一种呢 它是这个三不运算符的一种做法 怎么去用呢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color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上我们的一个if 注意看呢 if呢有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 ifelse ifelseif 还有 单纯的一个if 注意看 这几个if呢前面有一个ant符号 最后一个if呢 它是没有ant符号的 看一下 在这个if 在这个if里面呢就有一个condition 还有if2 if force的一个 值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这 则否则 第1个if 如果它是大于我们这个768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一个颜色呢 就用一个blue 否则的话我们就用red 好 我们看这种情况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css文件 好 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一种衣服用作三部运算的时候 是注意到这个地方没有按符号 好这个呢是第一个if的一种做法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if else if这种 这个又用在什么地方呢 好 这个的话其实就用在这种地方 同样的 我们如果在这里写 如果它是大于768的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写代码了 如果它比这它大 那我们的一个body里面就可以设置为color red 注意了 这是单纯的一个if 看一下demo2 我们打开看 red也出来了 那这个是满足条件 或者有一个else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给一个p设置一下 当然这里我们给小一点 这样才能够看得出效果 注意了 p blue 这样的body就没有出来了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中间加上elseif 注意了elseif的话又要跟着我们的一个条件了 它是大于780我们就不说了 如果它大于400 因为大于700 如果是这个比它这个大的话 那么它会优先满足第一个条件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满足第二个条件就好了 500 它比这个小 比400大 所以它会在中间这一个 我们这个 这来设置一个span 等看了 看一下 这个时候生成的是我们的绿色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if的一个用法 注意了四种用法都列出都实践过了 好这个是if的一个用法 接着我们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for for有什么用呢 for呢其实它就是对我们的这样一个 进行一个循环输出的一个作用 好那我们看for 首先呢是要定义一个值来存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i来存这样一个变量 好 from从几到几呢 比如说从1到5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的一个span 然后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用锦号 括号 可以用变量 变成字符串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样式的一个设置了 好 y的s 这个地方怎么用呢 20% 乘以 i 好 看一下 输出什么结果 span1 span2 span3 span4 span5 5 输出了5个 好 这个呢是从1到5 这个时候呢有这样一个包含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从1到5 它既包含1又包含最后的一个5 这地方关键字可以改成什么呢 可以改成一个to 从1到5 这个是从1到5 注意看 这个时候就只有1234 因为它不包含 所以这个呢是to和这个slow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for的一个循环控制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for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while 其实这个while呢它和for是非常像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有注意的一个利点 它这个的一个变量要定义在前面了 比如说这里设置为6 好 当它大于0的时候 都要跑我们的内部去 但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好处 我们可以设置这样它的一个不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给它设置一个值让它 能不能进入T2次这样一个循环 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所以这里呢是每隔三个 然后跑一次 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写法 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写法 20% 好 这里呢我们改一下 我们用p 看一下生成的一个值 注意了 这里写错了 这里 这里应该用j 就是用 看一下 p6p3 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等于6 第二次等于3满足了 然后第三次呢 这个j就等于0了 它就不满足 所以呢 它只会跑两次 这个while和这个for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while的话 它可以设置它的一个不长 也就是间隔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我们出了while 我们再来看这个each 看一下 each的话就分为以下三种 就说有一个常规的一个便利 常规便利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来便利一组元素 嗯 我们随便写三组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的啊 同样的它是要定一个变量 然后呢 印一个值 好 注意了 一个 它呢 是处 来便利 blue red green 好 注意排版 可以让它稍微好看一点 整齐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既然是便利 我们有三个元素 那么它肯定会跑三次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管 嗯 呃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k 01 同样的 这个地方我们又换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换DNV k 然后呢 这个呢 它的conor 是什么呢 c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为k 我们 来 负个值 好 注意看 这个结果是什么 DNV1 DNV2 DNV3 然后它呢 有三个不同的 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each 就是把后面的一个循环 把后面这一堆进行一个循环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呢 list的一个便利 什么意思呢 其实原来说它不叫list的便利 它可以称之为 一组的一个负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叫 k 的一个 便利 第二个呢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conor 便利 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一个k的话 就会分为 三个 default info dangel 我们简单一点 就三个就好了 好 这三个呢 它会映射到这个k里面去进行循环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这个conor呢 它会映射什么呢 就会映射在后面这一个blue green red 好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 比如说text 这个地方我们又要用变量了 好 这个地方是很常用的一种做法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次给它设一个颜色 注意了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text 哦 注意了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k 好 text default text blue 注意 注意看一下 text default text blue 注意了 这儿理解错了 应该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k 它这个k和这个conor呢 它是对应的一组 所以呢 那我们应该把它的一个属性呢 是放在一组来设置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分的 分成了三组 哦 这样也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info 对应个run 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组 比如danger 来对应我们的这个red 那就应该这样 好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才是我们的一个 三个 寻三个组 就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这样子的话 对应出来看一下结果 default info danger 然后就实现了三个 不同的一个样式出来 那这样代码的话 又非常简单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起来 针对这样一种 list 这种方式的一种 写法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就是说map 针对map的话 我们就是 通过kvalue的一个形式去做的 好 第一个是k 第二个呢 是value 注意了 这个地方in的话就是 我们的一个map的一个定义 同样的 我们用上面一种做法来做的话 就是default 它是 一个值 有一个blue info 它的值是green 然后 danger 它的值是red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同样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同样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换成 label o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用value 好 注意看一下我们的label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呢 是针对 两种不同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类型来进行的一个操作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一起的三种一个做法 首先找我自己的用法 用法的话 会对我们以后编写这样一个批量的这种样式 是非常有用的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本节课的一个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任务 什么呢 是使用自定义的一个方形和这个一起实现实现什么呢 三格布局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方形 然后我们传一个 他的这样一个断裂 裂的一个数量 比如现在是5 那么结果的话 就会输出我们的 Core1 Core2 Core3 Core5 然后呢分别对于不同的这样一个宽度 也就是把100进行一个均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客户任务 好 简单看一下 那么本节的内容呢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再见